台東縣政府原民處每年會挑選不同的部落舉辦工作假期 今年第一場就選在台東盧凱族最具代表性的達魯馬克部落舉辦 四天三夜帶領民眾深入部落山林 協助族人富裕自然廊道和苗圃 並且安排志工晚上夜宿舊設的石板家屋聽獵人說故事 吸引了不少民眾報名參加 小小一片樹葉在部落主人手中成了判斷風向的利器 祖先傳承的山林智慧藉由主人口述與志工分享 隨後一行人走路卡帕利瓦就聚落 在林間採集民俗植物富裕山區自然廊道 到了夜晚便圍坐在火堂邊聽獵人說故事 夜宿石板家屋展開為其四天三夜的工作假期 那是那是那 那是那 那是那 有多少人知道這個環境的生活模式 其實我們也是很模糊的 我們藉由帶領不同的人 我們就回到這個地方 一同學習 一同認識 由壇東縣政府原民處推動的部落工作假期 今年首場選在台東盧凱族最具代表性的達魯馬克部落 讓志工體驗部落文化 同時協助族人推動部落事務 縣府表示 活動報名在短短兩小時內就額滿 顯見邊玩邊工作的旅遊型態 逐漸受到民眾青睞 可以與部落執政這樣互動 我覺得很不錯 然後後來參加幾次之後 我就開始 就自己下來參加工作假期 那我覺得參加工作假期 能與族人互動 覺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 第二場次的部落工作假期 7月13號至16號 會到南迴的排灣族土板部落 預計在6月中旬開訪報名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來趟森林之旅 一起付出汗水 為當地的文化產業和環境 帶來正向永續的影響 至於夏嘉惠 北南相報導 下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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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團